现在菲律宾送一些 这个根本就不是什么 人道救援补给食品 而是什么 是不是加固的建材 还不知道 可是现在倒是看到了一个 我后来又再查了一下 这个是不是要念Valvoline 这个是一个美国品牌的 防生锈的机油 为什么要送这样的一个东西呢 是怕马德雷三号继续生锈吗 所以要给他用这个机油吗 来 蔡委员 那一款机油是最经典的是用在 这个所谓兔伦佐 这个将军他们很清楚 任罚用的 是相对比较贵的 那其他的 比如说有一些机箭 会要动的一些机器产品的关键 关节都要加点这个油 蛮有效的 那是蛮好的一个油 那为什么要这么做 就防止马德雷三号 最后因为袖鼠又瓦解 是有这样一个功能 那包括前段时间他们在建材 有被抓到他们用建材上去 它就是就菲律宾来讲 就是不希望马德雷三号 在未来哪一次的台风经过的时候 突然间被烧到大海里面去 而且可能性一直都存在 我想大陆也在盼望有一次 来个台风吧 看大陆你就自己知道台风比较实际 不要棋盼那种这么大台风 现在我们要判断一个事情 就是说南海这个地方 虽然中国拿出所谓的 历史的主权权利 然后整个南海水域都有一定的权利 然后南海各岛礁 就是我中国所属的岛礁 可是中国也是默认现实 什么默认现实 越南在南海岛礁 占了二十七个岛礁 中國從來不吭聲 然後越南也不會跑到 這個其他人已經佔領的島礁裡面 來聲勢 結果大家怎麼講 某種程度就是 默契 有點像默契 可是又不太像的 各自安好 對 機錢相聞 老死不相往來 這種東西 有默契會往來 他就不能往來 那中國的島礁 加了台灣總共十一個 雖然最少的 那菲律賓比中國還多 我當信十五個 可是十五個 人心不足蛇吞向 他還要去拿走什麼 仙兵礁 然後仁愛礁 黃岩島 那黃岩島相對比較單純 因為菲律賓在黃岩島上面 沒有任何著陸的東西 也沒有任何艦艇的進出 已經被擋住了 他們想要從事故事 利用在仙兵礁跟黃岩島這種 仁愛礁這種戰略 來佔領黃岩島可失敗 可是仁愛礁是比較麻煩一點 二十幾年前 這個中國大概不以為意 被菲律賓說說好話 就不當一回事 然後現在變成 中國是外線作戰 為什麼 裡面有馬德雷三號 你是外線作戰 然後你要被內外夾擊 菲律賓動不動 從外面來干擾你 所以在仁愛礁的話 中國的海警船 或者解放軍的軍艦 會比較辛苦一點 但是在仙兵礁有另外一個狀況 這個菲律賓有兩艘海警船 在仙兵礁的這個 所謂叫什麼 細湖口 細湖口裡面 然後中國大陸派了四十五艘的 民兵船把它圍住了 它住也住不來 進也進不去 現在剛開始 看誰撐得久 所以這個中國具有的包圍戰的優勢 我們覺得菲律賓要弄這一場僵域 一定要弄到某種程度 美國人滿意的時候 才會所謂修兵宴席 要不然的話宴兵休息 要不然的話 我覺得這個東西 大陸還有得耐性跟它磨 因為大陸為了南海行為準則 也不能開戰 然後菲律賓知道自己 也沒有實力開戰 就動不動用什麼環船比賽 這有的沒有的 那美國又覺得 它的戰略目標是南海行為準則 不是這個島礁的主權 也不是海域的主權 所以菲律賓經常講說 這是我的經濟海域 現在誰跟你吵經濟海域 經濟海域是什麼船都可以來 現在跟你吵的是說 這個島礁的主權是誰 這才是關鍵 那菲律賓從來不講島礁主權是誰 他說這是海域是我的 海域是你的 島礁不是你的 所以這個沒什麼好討論的 好 來 那現在你看 這個剛才我們在講 就是因為美菲聯手一直在這邊要聲勢 所以對於不要說是大陸海警 甚至連解放軍 當然也是要什麼 嚴密的要去維護主權 所以要該防的都要防守好 那我請教一下這個麗將軍 我們今天看到了 就在這個端午節的這一天 好應景 可是這真的是一個非常另類的端午節的過法 怎麼說呢 我們看到這個是在大陸海警他們 在南海過端午 是這樣 我們不是都講華龍舟嗎 結果我們看到他們是拎著這個東西 這個是龍舟嗎 然後在那裡跑步 然後做一個漢地的龍舟比賽 大家在那裡跑 再來當然就是包粽子 然後大家一起吃 也覺得是一個非常不一樣的過節的方式 但是畢竟有任務在身 不能夠回家過節 那官兵弟兄們 大家就一起來歡度這個節日 那您看 像這個大家在看龍舟 華龍舟 在這裡也是龍舟破浪 修給你看的呢 是大陸解放軍的航母列陣 如何來守護萬里海江 就是用這個圖告訴大家 是守護萬家安康 但是一切的一切 是不是就成如我們剛剛一開頭 我所說的 都是在劍指著美國 因為美國的威脅來得最大 所以 立將軍 我們看到美國現在計劃了 他們要怎麼樣來加強他們的防衛 說畢竟解放軍的實力他們也知道了 今年10月開始 關島進行最多兩次 飛彈飛行測試或追蹤演習 而且還要為期10年 這個到底代表什麼樣的意義 那這真的能夠有力的防守嗎 將軍 我特別看一下 講一下他這個在船上面包粽子 大家大家小看這個動作 好像過一個段午節引進 你知道解放軍這個力非常厲害 他在局報會戰的時候 他就經常展示這種實力給我們國軍看 那時候他不管是在我們被包圍 這個黃伯超的部隊被包圍 他在外面 然後他每天在那邊爭饅頭 對不對 那饅頭的香味就飄過來 那我們來講因為空頭被包圍了 那物資沒辦法送進去 所以他就展示說我現在打仗 我還是有熱騰騰的饅頭 對不對 蔣軍弟兄們 你們有沒有過來 我們這邊有熱騰騰的饅頭 我講的都是真心話 然後之後你再看第二個 還有一個時間他還在展示這種動作 中印邊界衝突的時候 他在高海拔上面 來講的話他在那個地方 過年的時候這麼冷的天氣 這麼高山上面 他在那邊吃火鍋對不對 官兵在那邊很熱鬧吃火鍋 那代表什麼 就是我後勤運輸沒有問題 我後勤運輸可以送到山上去 我可以在這麼高山上面 讓官兵進到這個房間裡面 氣溫雖然外面設施 可能零下二三十度 我一樣可以把外套脫下來 在這邊有熱騰騰的火鍋可以吃 然後吃給你印度軍隊看 對不對 我接有這個 那現在來講他又來了 對不對 他在這個廣大的南海上面 南海我們現在看 不要看地圖上面那一角塊 那很遠就像蔡博士剛剛講的 這個解放軍是外線 隔很遠 他一樣我在這船上面 可以端午節給官兵過節 給他們應景做一些動作 雖然說我沒有龍舟可以滑 可是我一樣有應景動作 代表官兵在這船上 可以過得很好 讓他們家屬 真屬可以安心 所以我覺得這個意義 後面所代表的意義 其實滿大的 那反觀我們國軍 在金門外島前陣子還鬧出說 這個我要吃肉 寫在沙灘上面 對 這真的是相比之下 有一點好像落漆 辣殘 就辣殘 那是補給辣殘 沒有錯 對 那我特別要講說 美國這次官島 你看他現在特別強調是 印太司令提的 印太司令來講的話 他就是講明了 他提這些東西就是一個 爭取他的預算 那為什麼現在美軍來講 開始這麼重視官島 其實我必須要說 他以前他根本就不在意 官島的防衛作戰計畫 為什麼 他認為說 你中國在什麼厲害 我前面有第一島鏈 我官島只是第二島鏈 我只是提供一個基地 我不需要去防衛 你解放軍根本就沒有能力 打到我官島來 但是現在情形是完全不同了 你看他自己講的 不管中程 長程 還有巡弋導彈 還有超高音速導彈 都可以對他官島實施攻擊 那官島現在 他現在講的是指大陸 對 有中程 長程 巡弋飛彈 極音速飛彈 對他來講都是威脅 26就是這個轟6K 帶著應急21都可以攻擊到官島 那我特別要提 不是提醒 特別說明 當福建號成軍以後 航空母艦它不是首次的部隊 它是攻勢的部隊 它就可以主動去攻擊你官島了 所以美國當然很清楚這件事情 所以它為什麼現在要加強 官島各項的防禦設施 可是現在來講它也很慘 你知道去年有一個颱風吹到官島 然後他們自己今年度的 我特別去看 美國的國防預算裡面有一筆錢 94億美軍 它總共8500億美金 其中94億是修復 官島被颱風吹壞的設施 那到現在為止 它官島的飛機的機堡來講 還不是抗炸機堡 你就當這些如果東風 26 27這些對它施攻擊的話 你的戰機很可能就被機會 再跑到上面 所以現在來講 他提這個計畫 確實第一個就 他已經發現說是戰略態勢 已經改變了 那解放軍來講也確實有能力 他提這些計畫 反而證明解放軍有能力攻擊 到你第二島那邊關島 然後所以他必須要加強爭取預算 來加強關島的各方面建設 然後守備方面 他希望增加抗炸機堡 或者是官兵休閒措施 另外就是天陵島那邊 他也要加強一個備用機場的建設 然後在公式方面 他希望有這個愛國者的飛戰 或者是標準飛戰能夠部署在這邊 我跟你講關島到現在為止 沒有薩德系統 講起來人家都不相信 他把薩德 把這個提風系統 部署到菲律賓 部署到日本 但是關島自己反而沒有提風系統 他反而沒有這個薩德系統 那他原來僅有的就是愛國者 就愛國者現在掉到烏克蘭去了 所以他連愛國者都沒有 那你說他現在不管是防空 防艦防海其實都非常薄弱 因此他一直認為說是 在第一島鏈 我就可以擋住解放軍 現在他認為說不對 第一島鏈不見得擋得住 那我必須在第二島鏈關島 要加強我的各項的防備的 各項建設或設施 或者武器要充足 所以這反而顯示出來 就是解放軍 確實有能力攻擊到你關島 對 要不然的話 他不會做這樣的調整 對 對 所以這對於美國來講 他確實也是因為了解放軍更加的強大 這個壓力就更大了 所以也必須在這個時候要做足的準備 可是當他在加強他的實力的同時 解放軍不也是在飛奔嗎 非常的快速 那講到速度 好 等一下無人機的問題 我要請教歷史哥 可是我現在倒是要來先請教一下 蔡委員跟立將軍一件事情 是怎麼好像現在從大陸 不要說是無人機 一艘小船說來就來 出現在北台灣 而且還在淡水 我們來請這個導播 讓我們來看一下這張圖 你知道其實就在今天 那麼我們看到的是 來自於大陸有一名男子 他是在9號早上11點多 說疑似從台灣西部外海搭了子母船 隨即駕駛了快艇直衝淡水河防重地 然後有報導說他來台 要仿效投奔自由的模式 但是我們來看看台灣海巡 行單位是怎麼因應的 沙倫雷達站鎖定之後立刻通報 巴黎魚人碼頭安檢所借備 所屬人員一路跟隨監控 最後這名男子是被逮捕了 但是現在還沒有更多的細節 截至我們截稿為止 目前還在調查中 我先來請教一下蔡偉媛 怎麼稀里呼嚕就搭成一個 什麼子母船的 還直接到了淡水河防重地 這麼簡單這麼容易嗎 這種子母船是一個很輕便的快艇 這個樣子就可以跨越台灣海峽 所以你說解放已經跨越台灣海峽 有什麼難處呢 一點難處都沒有 這怎麼來的 我們都覺得很好奇 它是直接的從平潭到新竹 然後從新竹在北上 然後一直到了淡水河的河口 就彎進來了 這個路線也幾乎好像是在 模擬解放軍的攻台路線 就是從平潭到新竹 可是問題那邊沒有什麼適合 在新竹沒有什麼適合登陸的地方 所以它就直接繞到了淡水河口 這個剛好就是 讓我們一個宜將軍很難過 它沒有地圖就很順利 就找到漁人碼頭了 太順利了吧 漁人碼頭 不然台灣的漁人碼頭做得很漂亮 而且很容易識別 而且很容易停靠 各方面的服務都很周到 對 所以叫做投奔自由 或者它的來台的動機 我們並不清楚 但很明顯的 這麼輕易就跨過台灣海峽 好像好簡單 很簡單 說來就來了 對 所以有人說台灣海峽是天欠 看這樣子不像 不像 那來則就照我們的 所謂的非法移民的方式來處理 現在它也不是把它當作犯罪處理 而把它丟到所謂收容所 就是我們習慣上那種 靜無耐的收容所 先問清楚它來的用意再說 它來了搞不好 它說反對共產黨對不對 我們新聞明天開始做文章了 就滿有趣的 但簡單的證實一件事情 跨越台灣海峽真的不難 沒那麼難 所以從軍事方面 我請教立將軍 您看到什麼問題嗎 我覺得這幾件事情 當我是軍人身分 我就有比較高的軍事警覺的角度 來看這件事情 大家要知道 昨天金門發生什麼事情 無人機干擾 它也是民間的設施 對不對 今天來講 它有無人艇 不是無人艇 就是一般的民眾 它不是解放軍 但是這是不是 這個對岸有刻意提升 這種灰色作戰能力的 這種手段繼續再提升 對不對 它先用民間的 我們都知道海警團 它也不是正式軍方 那在這方面來講 它逐步加強 昨天到你金門 今天到你淡水河口了 那我特別想的是說 這個子母船 它憑什麼可以越過台灣海峽 你要知道台灣海峽的話 以前移民的時候 叫什麼 十去九什麼 回不來 回不來 對不對 代表說是風浪很大 那是假的 那是假的 因為打到台灣 也告訴家裡面的老婆說 我很難回去 那在騙老婆用的 對 還像現在 就是風景浪靜嗎 我自己實際上面的經驗 這快艇大概從澎湖 我曾經做過快艇 從澎湖到嘉義 然後再從嘉義回到澎湖去 大概航程這段下來 油就沒有了 所以說它這快艇 我是懷疑 它如果說是在外海上面 它沒有獲得其他的補給資源 或者是最起碼 你油藥要給它補給得到 你才能夠進來 那你來的目的是什麼 你說我投奔自由嗎 我覺得也不相信 偷渡嗎 我也覺得不相信 你開得起這種船 這種子母船 絕對不是說是一艘 說是兩三萬或是四五萬 它一艘可能都不少錢 那你既然那麼有錢 去買這艘船 你幹嘛還要偷渡到台灣來打工 這是我絕對不相信 這是我第二個疑點 第三個疑點 你如果說要上岸的話 其實如果以這種子母船 其實它吃水很深 很淺 大概了不起 這個可能不到一公尺 你在不管是說台灣西部的海岸 很多地方都可以很順利的 順利的進來 那淡水旁邊還有一個台北港 其實是更好登陸的 台北港旁邊還有一些小漁港 更適合你登陸 譬如說足為漁港 或者是說永安漁港 觀音漁港 這些都更適合你 如果說你真的是要過來 第一個航程更近 第二個距離更近 那你為什麼調一個淡水河口 淡水河口以前我們 兵力部署到多少呢 我跟你講 好像講 多少就是幾分之幾 你知道北部地區 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兵力 就在守淡水河口 就是所有北部軍團 有三分之一 有整個一個師 以前叫關渡師 對不對 它就是守淡水河口 那你想想看 淡水河口多重要 我們最近每一次的 這個漢光演習 也經常在演練淡水河口 的河防守備 不是還有所謂的 紅色沙灘 然後我們在淡水河口 好像之前也曾經說 不排除那可能也是 解放軍要攻打台灣 的一個路線嗎 這個中法戰爭的時候 這個法軍就是想 從淡水河直接進來 對 他就是法軍那時候 就被擋在淡水那邊 後來沒有進來 但是那時候就想 沿著淡水河 我船就直接開進來 進來講也就到台北市了 就到我們這個中天 電視 基隆河就進來了 然後對面就是松山機場 然後那邊就是橫山指揮所 你現在看這個地點有多重要 所以這幾點 第一個你過來的地點 第二個你中間你怎麼補給的 然後你來的目的什麼 你用那麼貴的一條船 就是我用完美的水河 你到這邊來 你特別挑選這麼一個 敏感的地方過來 我覺得國防部要特別查清楚 如果說在連結上 昨天在進門 或者發生了這種 無人機干擾的事件來講的話 我覺得我們台灣來講 要特別提高警覺 那我以軍人的身分來分析 我覺得這件事情不單純 這個我們可以把它視為說 解放軍提高這種 灰色作戰的手段 其中之一 那後續來講 會不會有更進一步的發展 當然你要去調查清楚 但是我特別要講 其實這個間諜 孫子兵法裡面講 用艦有幾種間諜 有身艦 相艦 內艦 其中有一種艦叫死艦 就是我步進來以後 我準備就是死在你這個地方 那有沒有這種間諜 我就是準備到你台灣來 我就犧牲在這邊 那我試探你的防守的能力 試探你在多遠的距離 你可以偵射到我這一艘無人體 那今天如果無人體 我們現在是講說 在六海裡之外發現它 但六海裡那個時候 是不是你這個情報 就洩漏出去了 就是我六海裡的話 我們這個海岸的雷達 在支援七海裡 是不是看得到 還是只有在六海裡 才看得到它 那如果六海裡 你才可以發現到它 它得到很重要的一個參數 就是它將來 如果說是這個 氣墊船或幹嘛 它從六海裡 開始往前面衝 或是直接 如果說今天只是一艘 我們還可以警察攔住 如果說來的是氣墊船 我們怎麼辦 如果來的是像我們這個 兩棲海龍部隊的那種 作戰快艇上面架著 這個武林機槍 或者是40榴彈機號 那那種快艇 衝進來的時候怎麼辦 雖然之下 你一下松山機場就沒了 所以這是我們要提高警覺的 說到了又有無人機飛過來 飛到哪裡呢 所謂的天下第一哨在金門 好這要怎麼看 來我請教一下這個 這個歷史哥你看喔 無人機飛越的跡下海域 這是在8號下午發生的事 那這一次是大陸抖音號 中立科技操控全程直播 影片顯示這個無人機飛到的是 金門馬山哨所投傳單 文宣內容呢就在這兒 這個我們來看一下 台灣台灣久出久歸啊 然後提到說要認祖歸宗 是天經地義 蜀典望祖不可為也 成全中國之瓦拳 不可分裂為玉碎 然後提到的是 回歸乃當代大義 十全十美不為過也 還祝同胞端午安康 好那當然呢 在這個裡面 我們看到他拍影片 然後PO上網 題中呢 當然就告訴你 這個無人機下降到50公尺之後 就好像是瞄準了馬山哨所 然後就哇 就看到那個傳單就飛出來了 然後內容剛才我特別念過 好 但我們就好奇了 一而再再而三 好像如入無人之境 這一次呢 是發送傳單 之前不也曾經發生過嗎 只是這一次的是一個叫 中立科技跟之前 還是單一的這個 這個大陸的是 廈門的這個居民是不太一樣的 但是這個用意何在 很清楚了嘛 就是要告訴你 台灣跟大陸不要再分裂了 所以今天我先請教一下 栗子哥 怎麼好像這種事情 就是一而再再而三層出不窮 那我方呢 怎麼好像又讓這樣的事情 就一直發生 好像也沒轍 動作我們台灣熟加的 對 你真的熟加的 塑膠做的 真的 這我們對岸叫塑料嘛 當台灣塑料嘛 真變塑料了 至少我看到我們的國軍 現在是這個樣子 我想我們的節目之前 很有前瞻性 我們還討論到國防部長 如果孤立雄上來之後 會發生什麼事情 這就是其中一個事情 孤立雄不懂軍事嘛 他最近這個所謂的硬變區 然後大家會問說 硬變區是擠海里啊 因為本來是中線嘛 那中線往後退就變硬變區 那硬變區擠海里啊 等一下我也會講到 那個共機的問題 他說十二海里 那我問你 人家飛到你空中了 你的硬變區在哪裡 硬變區就是什麼 硬變區就是變形蟲啦 我要怎麼講 就怎麼做啦 可是這代表什麼意思 這代表說對岸的 整個的民心跟民意 是非常明顯的 他們現在暱稱台灣叫什麼 叫當歸啊 不是那個中藥才那個當歸 是你應當要回歸啊 叫當歸 他們很多自媒體 因為我看對岸自媒 也看蠻多的 他們稱台灣就叫當歸 真的 所以你看起義來歸嘛 他就是在講這個 而且他們甚至用繁體字 就是要讓你看得懂 所以很多台灣還在那邊 跟對岸吵什麼減翻什麼的 拜託什麼時代了 真的不要把對岸當塑膠 你把對岸當塑膠 人家就把你當塑膠 現在的問題就這樣 這是一個模仿效應 上次那個星星哥嘛 那是我認識的一個朋友 那這次不是他啦 可是你可以看到 為什麼他要這樣做 因為他們在網站上 會獲得大把流量 那自然而然 他們就更想這樣做 那既有他們民族 有一個情懷的支持 有這個同仇敵開 因為這兩年 應該說這八年 這兩岸關係很差 被民進黨搞得非常惡劣 他們開始漸漸的 到底台灣是 台灣裡面的壞分子 還是整個台灣 慢慢會有位移跟偏移 尤其台灣一直選出 民進黨的總統 這就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問題 那當然啦 因為這一次他是少數總統 所以一定程度上 他們還是理解到說 台灣不是全部都是這樣搞的 所以他這個影片 應該是賺了流量 不過我聽說好像後來就是說 我們都說要對岸 也要管一管約束一下 後來影片有下架 但是這是直播下架 過幾天剪輯版本 會不會再上架 在其他平台會不會上架 我講一個問題 我在B站也有開一個帳號 然後我上傳元朝歷史 真的就純假歷史 然後就過不了 整都過不了省 可是像上次星星哥 他的影片上傳上去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而且是平常他流量十幾倍 二十幾倍 那我問你 接下來會不會有越來越多人 效法這個 那就直接看穿了台灣 這也代表一件事情 他們的整個的軍隊的作戰的方針 並不是如何作戰 是已經在套一套 如何成功的作戰 那我們是什麼 我們不是如何防守 我們是不會防守 這是很大的這個對比跟差距 我講白了 孤立雄上來之後 最大的方針叫什麼 叫做毫無能力的方針 直接放棄外島了 說十二海里講白了 上一次聯合力建議 二零二四A的時候 拜託 烏秋 東銀 都是三海里 是二點九海里 還標給你看 我們有什麼反應嗎 沒有 所以接下來 這樣的一個行為 只會越來越多 然後他一定會 一定程度就傳到台灣 所以今天造成台灣的困局 是誰 還是你民進黨政府 你沒辦法盡清楚 當然如果老百姓 群起而為之的時候 他就形成一種風氣 而這種風氣 然後他撒船單 幹嘛的 越來越多人這樣做的時候 那到最後其實金門 甚至馬祖 所以接下來澎湖 對 實質上可能就變成對岸實控了 那這就是一個現實問題 那請問你民進黨拿什麼 他不會拿什麼 他只會說 都是內部壞分子 審不忘繼續說 有數十萬的 這個第五重隊在談 我們要監控他 包括在座的各位 你們都被監控了這樣 那王毅川告訴你 Big Boss is watching you 好 來這個蔡委員 所以金門這邊有回應 他們否認在營出有發現傳單 只說是飛到馬山波音牆附近的上空 而且強調對敵情的威脅都有綿密監控 防區重要武器裝備還有設施偽裝 都已經完備囉 所以他們不會隨這種網民 這個什麼起舞 那但問題是 你覺得現在我們能怎樣呢 怎麼感覺好像就是 我們就是回應 但是難保不會還有下一次 不是嗎 金門部的態度 基本上是也不能算錯 你去跟大陸的網民 去鬧這個意義不大 那個至於所謂的那一張船單 有沒有真的丟到馬山前哨站 我也是懷疑 因為風那麼大 那可是問題他的網站上 可以稍微爆紅一下 你看我們節目都在討論 很多台灣的媒體都在報導 整張穿到那個看出來了 那什麼綜藝科技誰聽過 還是宣傳啊 對不對 哪裡做這個宣傳 這個東西會層次不窮 你說大陸這個政府愛管不管 他真的很愛管不管 不要講說 對這種直升機 他除了在北京管得比較嚴一點 其他的 就是整個中國大陸的警區 說你不可以亂丟 亂丟什麼船單之類的 或者不要亂拍影片 根本也都管不了 真的是管不了 而且你管不了 就不必管 只要沒有審請什麼大障礙 你管他幹什麼 對不對 那你不服氣 我們台灣派起叫無人機 到大陸上去拍一拍 對不對 你也知道 大陸也不會把你打下來 相信我 真的 這種民間的活動 你說真的要限制在那一條什麼 進限制隨意 那是很無聊 你不要叫軍人去忙這個好不好 那跟戰爭一點關係都沒有 也不用想太多 軍人不太多我是可以接受 是 立將軍 那你看 其實我們要來看 現在大陸常常都會覺得說 台灣這個好好笑 那個好好笑 然後尤其是因為有于北辰將軍 那麼他有很多的一些話 甚至都已經被 我看大陸的網友們 把它整理成一個語錄 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不得了 然後現在當我們看到 這個于北辰 他一講到說 解放軍來到台北一定會迷路 結果他的綽號 就不再只是土房哥了 是迷路哥 對對 真的 然後甚至我看 我們也有這個網紅 實測百度地圖 在台灣做導航 然後就叫這個你于將軍 拜託不要再逞一口舌之快了 好嗎 可是你知道于將軍 其實你要真的講他的話 說他這個七十乘三兩百一 這個數字 他會生氣 他說我數學不好又怎樣 他就直接還會來回向你 所以就一而再再而三 現在不僅連這個 還包括顾立雄 宣布要取消T政部 于北辰很支持 他說因為這次黃埔孝慶T政部 是應賀軍閥派統派那種閱兵的 個人企圖心 所以做得好 取消的對 就是不應該有T政部 來 這個將軍 我覺得要T政部 或者要不要取消刺槍 這應該是就軍隊的實務 來做一個思考 對不對 而不是用意志形態來做思考 你今天如果說是講這種統派 或者軍閥 才會做這種事情 那我覺得你跟這個王羲之 沒有什麼差別 我滿贊成他講的 因為他確實是正部的受害者 人家說T政部 T久了以後 腦袋會T壞掉 對不對 現在他真的是 是不是他學生的時候當 那個人該T 實習旅長 正部他T的最多 所以說那個時候 學生T的正部 他現在腦袋T壞掉了 所以只用膝蓋在思考事情 你要不要T政部 我覺得真的是 只是說部隊訓練 你第一個兩個 兩個層面對不對 你有沒有需要 對不對 第二個你做得到做不到 我跟你講 現在取消是真的做不到 為什麼政部訓練 沒有那麼簡單 你不要看各國政部 你現在今年來講的話 他當去國政說 這個今年官校校信 還是有T政部 但你可以把這段 政部的影片 跟這個二十年前 以前我們那個年代 T政部的影片 然後跟解放軍 T政部的影片 大家來做個比較 你就可以一目了然 T政部每一個細節 你都要注意到 其實我可以講 這個特色 解放軍的特色在哪裡 他人多 那人多代表什麼 就是你要動作 整齊一次 你要這麼多人 同一個動作 舉手擺槍 擺頭 那個臉上那個角度 那經過千辛萬苦的訓練 來講的話 第一個 我們現在有沒有那麼多人 擺出那麼大一個場面 來提政部 你做不到 這是事實 第二個就是說 現在學生能夠吃不了 吃不了那種苦 他也吃不了那種苦 這是現實 所講實在話 那第三個就是說 這個我們現在 義務役的疫情 只有一年 那你這一年的時間 如果說你還要再來 發訓練政部 確實是浪費掉 很多訓練的黃金時間 所以說取消來講 我覺得現在來講 是做不到 但是我特別要強調 有沒有必要 精神上有沒有必要 軍隊的訓練 絕對是以外而內的 以外部的訓練 來 就像我們軍人見面 下 第一階的看到長 高官要敬禮 這就是一種形式上的訓練 就從動作上面 由外表來訓練到 你內心的服裝 從外表的動作 整集一致 來訓練到你的 這種不管 暫時的動作 或當你有這種 精神戰力的時候 你可以坐在一起 大家 我講這一句話 大家可以去比較 拿 在今年 我們馬上緊接著 就可以看到 6月16號 我們這是陸軍官員 都要小心那種 場面 氣勢 還有動作 跟這個相對的 不管是俄羅斯的 我不要講解放軍 我講俄羅斯 你看那種軍人的精神 氣勢的比起來 大家去比較一下 有沒有差 那 第二個我要講說 刺刀 刺刀這種動作 有沒有需要 但是這絕對不是 你看日本人在 胡說八道什麼 什麼短兵交接的時候 你是要上刺刀 還是直接拿刀 去護戳 所以說我們不要上刺刀 我們直接拿刀子護戳 對 他講的是這個意思 是上刺刀有用 還是手上拿著刀子 去戳對方有效 但這東西 顯而易之 那我 刺刀確實是 按照第二次事業大戰 用刺刀造成對方的傷亡 就是人家的傷亡 敵我雙方的傷亡 因為刺刀而受傷的 大概只有百分之一 確實是不夠 可是我特別要想到 美軍到現在為止 還保留有刺刀的訓練 所以他們美軍到現在 武器上面 都還有刺刀 布箱上面還有刺刀 代表什麼 代表到最後那一刻的時候 你要有刺刀 那刺刀的訓練 不要狹義的只想要說 我拿指槍 這個上了刺刀去刺殺敵的 刺刀訓練是精神意志的訓練 對 就是我們講 氣刀體意志 它是訓練你什麼 你刺刀那種動作 所以你看刺刀的時候 一定很殺 不管是 你看包括印度 我們叫人家三哥 他都有刺刀訓練 而且他很兇 你看那種表情 要把很凶狠的表情做出來 啊 然後美軍也是一樣 那是一種氣勢要訓練 阿兵哥把這種氣勢表現出來 那我們國軍的刺刀訓練 也是這樣 我們講又氣刀體育症 你看刺的時候一定有殺身 然後衝出去 然後那個動作整齊一致 所以說刺刀的訓練 除了說在戰場上 它確實到最後那一刻 有可能 因為我們講一個彈夾 三十發子彈 你如果說是短兵相搏的話 那很快的三十發子彈就會打光 那如果說三十發子彈打光 然後短兵交界的時候 你只剩下就是刺刀 那說最後的保身 護身的技能 你還是要訓練 對不對 我覺得還是要保持 但是最後一刻 你還可以去這個 不管是你基於自己防衛 自己保 或者是說你要殺敵 那第二個我覺得是一種 精神上氣勢的訓練 那如果說是連這個 都取消來講 當然我們可以就 學理上面來探討 但是我看的是說 我特別要強調一點 軍人的訓練絕對不是 所以為什麼軍人叫訓練 你知道 訓就是我講一遍 你做三遍就對了 你就按照我講的口令 來做動作 一個命令一個動作 這就是軍人氣勢的訓練 在這邊 蔣薛你要體會他們一下 他們現在想要引進 那個館長陳之漢的技巧 他們叫做 近戰格鬥搏鬥術 是 但是館長被BAN了 對 但是忘了一件事情 你一個軍人 服務三連裡面 你要訓練出這麼多人 懂得競爭格鬥術 有比刺槍術 還要來得容易嗎 刺槍術其實是最簡單的 對 刺槍術真的是最簡單 因為刺槍術是大部分解動作 所有的訓練 所有軍人 你看他攝像錄 只有一個動作就是 就是拖進去 對不對 戰場上沒有給你猶豫 不是在那邊耍花槍的 不是在那邊 武大刀那就是很簡單 就一個拖進去 他以為現在打拳擊 我們剛才分開來 還在拖進去 對 哪有這樣的 所以之前不是在講嗎 說可能都要準備要打項戰了 然後你連這種基本的訓練 你都要拿掉 最好 撥一次那個什麼 內臨格勒保衛戰給他們看 他們才知道什麼叫戰爭 其實很多是膽氣不足 因為以前震撼保訓練下去的時候 那個炸彈車把打在旁邊 一堆尿褲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異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 變好囉 那你知道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異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 克菲爾異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異生菌 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 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 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異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 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 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異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 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 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 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黑鍵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